大家好 现在很快又到开春的时候 也是适合给君子兰换盆换土的季节 如果说我们养护的君子兰 不打算在春季这段时间给它换盆的话 大家赶紧提前做好两件事 保证它在春季这段时间快速生长一波 首先第一件事的就是 给它做一次全面的杀虫处理 因为冬季这段时间 很多小害虫都会潜伏在花土里面 繁衍后代或者是过冬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做一次全面的杀虫处理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我们在家庭养护君子兰 给它做杀虫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比虫磷 只需要一两勺撒到这个盆土的表面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因为这一种杀虫药 它是一种类似型的 通过浇水分解之后 它会吸附到君子兰的根部还有植株里面 到了开春之后 就不会有害虫来骚咬我们的君子兰 我们给它用了杀虫药之后 给它浇了两次水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适当的补一点微生物菌剂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可以给君子兰补肥的同时 又可以增强土养中的有育菌 那么土养中的有育菌多了 就可以分解有机制 转化营养给这个君子兰吸收 同时又可以增加土养中的有机制 我们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浅埋到这个花土的表层就可以了 一定要将它埋起来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如果不埋起来的话 它容易发霉 容易支撑续菌 只要给它埋上一小桩 那么我们做好这两件事之后 刚好到开春之后 花土里面没有害虫了 而且肥分也开始慢慢的分解 到时候就可以让它快速长一波新叶出来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